咱们的这个模型啊打造好了之后 咱们接下来就可以定义一些超材数了 就是咱们这些东西其实呢 给大家给它复制怪就好了 咱们呀咱们也是说了很多次了 咱们首先啊需要定义这样一个LOS函数吧 这个LOS函数啊 刚才一之前说过太多遍了 咱们就不再重复了去说了 有了LOS函数之后啊 咱们还要定义一个球解的优化器吧 球解优化器之后啊定义完了 咱们是不是说 咱们还需要进行一个不断的测试啊 咱们在训练的时候是需要进行这样的测试的 在咱们测试的时候啊 也需要找出来咱们一个准确率吧 准确率怎么算呢 之前给大家 在说咱们卷积那节课的时候啊 已经给大家都说过了 那么这呢 这块呢咱们就不再去说 咱们这些值啊该怎么样计算了 咱们往下来啊 往下来就是到了 这个现在有点卡啊 往下来就到了这个Saver 就是说当咱们训练网络的时候啊 咱们是不是说 咱们最终的目的是 是想把咱们这个网络的模型啊 给它保存下来啊 所以说呢 咱们在这里啊 需要定义这样一个Saver啊 就是说一会呢 咱们会用这个Saver 帮咱们把一会训练好的这个 就是说训练好的这个模型啊 给它存下来 然后呢 咱们定义了这样一个Session的计算域 在这个Session计算域里啊 咱们先初始化了这样一个全局的变量 我们看啊 初始化完全局变量之后啊 咱们定义了一个Step啊 就是说咱们要进行一个不断的训练了 不断训练呢 就是说咱们首先要干什么啊 咱们之前是定义了一个Placeholder的格式吧 就是说这个X啊 还有这个Y需要咱们在实际的训练当中 给它传进来吧 传进来什么样子啊 咱们需要传进来一个Batch 一个Batch进行传吧 我们看啊 这有一个Gast的NextBatch函数 咱们传进了一个64的参数啊 咱们来看一下 传进来一个64的参数啊 就是说咱们在这里需要把咱们的一个输入的一个 输入的咱们这个X啊给它定义好 咱们首先呢 先是把这个XY啊 用0进行数值化 我们看啊 用这个NumPi.Zero 就是说它的行是有BatchSize的 有64个 然后呢 这个列啊 就是说 不是说列 就是说每一个每一个咱们的一个数据样本啊 它是有多少个像素点的 然后呢 在接来的函数当中啊 我们看这是每一个Batch 每一个啊 就是说这样一个64Batch 每一个Batch里啊 就是说咱们循环迭代一下 咱们要把这个64 64个 就是说这个Batch里有64个样本吗 咱们需要啊 把这64个样本给它添充进来 我们看啊 就是说 这个函数啊 跟咱们之前讲的是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Test和Imagine 咱们是怎么样来的 有了这个Test和Imagine 就是说一个数字 还有一个 咱们的图像 有了一个数字 有了一个图像之后啊 咱们需要对这个Test和图像 分别进行一个预处理吧 咱们要对这个图像呢 给它转换成这样一个灰度图 然后呢 要对咱们这个Test啊 给它转换成一个Label吧 一个101463 就是说它现在是一个String值吧 咱们来看 咱们需要再把咱们的这个 就是说一个Label值啊 给它转换 就是说一个String的Label值 它是一个1463 给它转换成呢 一个40个 就是说那么一行 那么一行有40个 是吧 哪块是0 哪块是1 咱们需要做这样一个处置化的操作 然后啊 这里还有一点注意的 就是说 对于咱们这个 X的咱们的输入来说啊 咱们还给它除上了一个255 也就是说 让咱们值啊 是从0到1之间的啊 对于咱们图像的任务来说啊 咱们通常都是做这些的处置化 那么咱们不断地进行这样一个复循环 就是说 每次复循环呢 咱们造出来了这样一个Imagine 和造出来这样一个Label 咱们直到造出来64个 就是说 直到造出来这样一个Batch 把这个Batch造好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Batch返回回来了 咱们来看 对于一个Y的Batch来说 就是说 有64 再乘上一个40 每一个 每个样本都是有40个值嘛 或者说 每一个Label都是有40个值的 然后呢 咱们就给它 用一个Feed Dictionary 给它传进去 这个X呢 等于咱们这个BatchSize 这个Y呢 也是等于这个BatchSize 然后呢 只有一个KeepProtability 就是说 咱们有一个Jopport层嘛 咱们让Jopport的一个保留率啊 是等于0.75的 然后呢 咱们就可以不断地 去定义一个迭代操作了 咱们这里呢 可以打印一个Stab和一个Loss 就是说咱们每一次Stab吧 就是每一个BatchSize 咱们都打印出来 当前是迭代到第几次了 以及呢 当前这个Loss值 那么这个0呢 就是说咱们第一次迭代 现在这个Loss啊 是等于14.7821的 然后啊 就是说 咱们是不是 通常情况下 咱们会迭代多少次 打印一次啊 当前的一个测试的准确率啊 咱们在这里啊 还有这样一个测试级 那么对于咱们的训练级 和测试级来说啊 其实咱们的数据啊 都是现生成的吧 每一个Batch啊 都是咱们现去生成的 所以说呢 咱们在这里啊 就是直接还是用这个Gest GestNetBatch这个函数啊 接着去生成咱们的测试函数 有了测试函数之后啊 咱们刚才是不是 也这样定义了一个Accuracy啊 就是说 咱们可以去衡量一下 它的一个准确率吧 那么这些啊 跟之前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这里啊 看这里就是说 我定义了一个什么时候去保存这个模型啊 咱们让 如果说呢 在某一次测试的时候啊 咱们准确率大于一定的值的情况下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模型啊 给它保存到咱们的硬盘当中了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 咱们这里啊 是用这个Saver 就是咱们刚才定义好的 这样一个Saver 这样一个对象 然后呢 它去保存啊 咱们大家注意点 就是说 咱们保存的是什么 咱们保存的是 咱们当前的这个Sension计算域啊 咱们要把这个Sension里边的东西啊 都给它保存下来 保存到哪儿 就保存到咱们当前这个目录下的一个Model里边啊 咱们有这样一个Model 然后呢 这个Step是什么意思啊 GlobalStep 就是说 咱们在保存Label时候啊 不是 咱们在保存这个Model时候啊 咱们可以给Model指定一个名字 比如说是第一千次的Model 第二千次Model 第一万次Model 咱们可以指定这样一个东西啊 咱们就让它名字啊 等于咱们的Step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每迭代码一次啊 咱们让这个Step 加等于1 就OK了 那么下面啊 咱们就可以来实际的去运行一下 咱们来看一看 好 那咱们就来实际的运行一下 咱们来软一下 看一看当前的结果 就是说 我现在呢 是用一个CPU版本的TensorFlow 来跑咱们这个验证码训练啊 可以说这个速度啊 相对来说 还是有一些慢的 咱们可以看啊 就是说 第一次 这个第一个Batch啊 它得到的一个Loss是14点多 然后呢 它的一个准确率有多大 0.1 跟咱们0.1 其实相对来说啊 还是可以的 因为呢 咱们最终啊 是要预测40个数吧 咱们不是要预测10个数啊 这点需要大家注意 然后啊 它就可以不断的去运行迭代了 咱们可以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保存Label吧 保存Label啊 就是在咱们当前这个目录下 有叫一个Model的文件 在这个Model文件下呢 咱们可以看啊 这里有一个 我们可以对照这个来啊 咱们之前给它定一个名字吧 叫做一个这个 CAPRA.Model 对吧 不是这 是CAPRA.Model 咱们是不是保存了一个 CAPRA.Model-1500啊 这个-1500的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指定了这样一个 Global Step啊 就是说 当咱们这个 我是啊 在训练到准确率 大一到0.85的时候啊 恰好是第1500次 所以说呢 废话 它就帮咱们自己 加上了一个这样-1500 那么一会儿呢 咱们会给大家测试一下 咱们现在的模型 一会儿呢 咱们就拿这个 第1500次来进行一个测试 那么这里啊 就是说 咱们训练过程啊 就不给大家看完了啊 就是说咱们的模型啊 是可以训练的 然后呢 咱们来说一下这个测试啊 这个测试啊 就是说 咱们需要改一些东西 咱们需要把这个寸呢 改成1 改成1啊 咱们这里啊 就不debug了 咱们来看一下 改成1之后啊 其实它做了一件什么事啊 它就是去跑了一下 咱们的这个测试模型啊 测试模型吧 前面这些啊 跟咱们之前都是一样的 那么咱们就不再重复去说了 在这里呢 它跑了这样一个函数 咱们进这个函数里啊 来看一下 这个函数呢 就是说 还是啊 它先定义好这样一个CNN的 这样一个股价 然后呢 定义好了这个CNN的股价之后啊 咱们把咱们的这个模型的参数啊 都拿出来 从咱们这个Kyprer model -1500 也就是说 咱们刚才保存的那个model嘛 把刚才保存这个model啊 给它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进行一个product了 product了之后啊 咱们还可以把咱们的当前的值啊 给它打印出来 看一看呢 咱们现在预测的结果啊 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值 那么下面啊 我看看改不改啊 改成1 改成1了已经 那么下面呢 咱们就来测试一下 看一看咱们当前模型的一个效果 现在啊 其实我是只拿第1500次 来进行一个保存 那么通常情况下来说啊 咱们一般啊 一个正式项嘛 咱们需要迭代十万次 甚至几十万次 这里呢 就是说 偷了点懒啊 只是迭代了一个lis啊 就是把这个东西啊 给它kill掉了 咱们可以看啊 现在的一个数字是8662吧 咱们来看 咱们的模型啊 能不能给它预测出来 8662 好 咱们来看啊 现在预测正确的一个值 也就是说 它的一个label值 它是一个8662的吧 它的一个预测值等于什么 预测值等于8862啊 预测的不太准 第二位呢 有点问题啊 可以说就是说 咱们当前的模型啊 确实发挥了一个效果 但是呢 可能这个效果 可能这个效果还不是特别的好 因为呢 咱们迭代次数啊 比较少 现在是一个7557吧 咱们再来看一下 啊 1557啊 我自己我都看错了 1557啊 它预测1557 一点问题没有吧 再来一遍 现在是6256啊 6256 看能不能预测出来 6256没问题吧 也就是说啊 咱们当前这个模型的效果啊 其实来说还是不错的 如果说啊 大家想玩的时候 如果说你这个计算机的性能啊 还比较不错 咱们也可以去看一看 咱们用这个 不光咱们可以训练这个数字的吧 咱们也可以把这个 小写字母啊 还有大写字母啊 都给它加进来 看一看呢 咱们26再加26 再加上10 一共有62个 咱们可以看看 这62个一起玩 效果会怎么样 但是呢 需要迭代时期啊 相对来说 可能就比较长了 这个是8607 咱们再来看 这么最后一个 8607 8677啊 预测错了一个 整体来说呢 咱们的模型效果 还是差不多的 其实啊 大家这个准确率啊 大家不用关注 因为呢 咱们这个训练的过程 还是比较粗糙的 大家其实要关注的是 咱们这个 这个小的案例啊 咱们从头到尾 是怎么样 给它实现出来的 那么关于啊 这个验证码 识别的一个小项码 咱们就给大家 先说到这里了 咱们这个小项码